我有一根神奇的法杖 能够把普通生物变成超级生物 击杀后还能够掉落与之等下的物品 你看 法杖一挥 羊駝就变身了 哇 击杀后是蜘蛛 表姐出手的时候到了 大的 我们击杀后 的确是等下的物品 猪肉 不能看其表 这是无尽肉 你咬了一口 它又会自动长齐 永远都吃不完 出院门 只要带上这块肉就永远不怕饿 不仅如此 这块肉煮熟之后更厉害 吃了之后可以提升全属性 哇 真的 我感觉我的体内充满能量 我从没试过这么强 了解咱们试试变别的生物吧 正好那边有个犀牛在散步 让我们看看犀牛会变成什么 好家伙 这什么怪物啊 怎么表面哪个颜色啊 长得比我表面还丑 什么叫比我还丑 吸引我打烊 让我先感兴趣给它 要露了个牛小帽子 让我试试有什么用 所以我想过 放上之后获得冲锋能力 但岩突然露得生物通通转飞 是个好东西 且我发现了什么 一只嘟嘟鸟诶 嘟嘟鸟会变成什么呢 这是直接反祖了呀 变成了翼龙 还能够骑上去飞 这颗比做技还好使 飞的可高了 我感觉好皮了 我也想了 大家先来给我骑线 如果我们有两个翼龙 岂不是可以跑遍全世界 并且快来 这有多多鸟 这像我来到的翼龙做鸟 我们接下来去干嘛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野人 变成了强奴弓手 太可怕了 这差点没把我整死啊 赶紧坐上翼龙 边躲避边打 打败之后掉落了 他们的武器强奴 你看这威力 百步杀一人呢 流下来羡慕的泪水 表现你倒是流行的 连人的物啊 全身了我怎么能强奴 可恶 你真的一个都没和我聊 别急 不是还有别的生物吗 我再给你弄点别的武器 我们的兵员 叫兵临守卫 一回法杖 把它变成超级兵员 打败之后 不知道会掉落了什么 你别说 这超级兵员还挺强的 确实 一拳帮我打飞天 这个掉落的兵尖 可以让我变身兵临守卫 还能发射兵锥 不错不错 我很满意 感觉比你的小母合适 但是我们接下来干啥 一会儿我们去打陨魔 不过在这期前 我们是要先弄点武器装备 普通商人可以变成超级彩虹商人 这小红商人不仅随机变色 而且卖的东西也很便宜 只要几个土块就能够换取全套装备了 骑上一笼出发 我要把全部东西都买下来 这种败财机会必须满我 来到果木林随手挖一挖土块 这些应该够花了呢 做做有余 能换好多 什么盔甲头盔能量剑 谁是我不花钱就能买的吗 我可爱死这超级商人了 比黑山有良心多了 万事之备 直飞雪山带云魔去咯 不是我吹 这云魔实力本人就不怎么样 现在被超级生物掉落武装里边之后的我 又没打破 看了冰箱手挖突破攻击 加上考虑封鸭群属性 要写下我背后放的按键 咯咯咯 嗨 早知道就先把余魔变成超级生物了 我还挺想知道余魔变成超级生物会什么样子呢 她说在载火 meant什么呀 她说她正好 这里应该让你 在那 unable 可得姐妹 你其实不是病人家 是什么